好 这个约翰老师也讲一下 当然特别是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不给力啦 照理说苹果每次发布会之后 就应该有些彩蛋啊 股价涨一波啊 然后各式各样的讨论啊 热搜啊等等 全部没有 跌跌跌跌跌 这个海冰讲的话 跟马斯克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马斯克就说过 你本身的这个 什么12 13 14 15的话呢 基本上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果粉既然要支持的话呢 它维持原有的 对于这个苹果手机的热情没话讲 但是有两件事情是非常危机的 危险的 我必须从一个比较深入的角度来讲 第一个的话呢 大家对华为的支持 尤其是大陆对华为的支持 民族情感不能少 这个一定要了解 就是说你被打压了这么久 我事实上 我们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都会了解到 一个国家在科技上的发达 居然被打压成这个样子 才刚吃饱饭30年啊 美国用全部的盟友来打压一家公司 好 你现在打压对不对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你在国粉 你刚刚提到讲说 好 台湾用不了man60对不对 大陆马上开始 一样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理由 现在公务员不行了 以后三家电影公司不行了 那你国粉留在大陆的话 你都不能使用怎么办 如果就是说 鸿蒙系统跟这个 这个安卓系统 还有那个iOS系统 整个分开了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现在要了解到 这个世界原来是以和为贵 这个鸿蒙鸿蒙 harmonia 原来的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它得告诉你这样子 你现在要分开对不对 好那就分嘛 对不对 中国市场你不要 因为中国市场两三千 两三亿支的手机 足以养活大陆的手机业 还不止公务员 大陆共产党员有将近一亿 对不对 对啊 共产党员是一亿嘛 对不对 然后你那个平时 现在已经是确定的 这个公务员本身上班的时候呢 也不能够带iPhone手机 免得被窃取国家机密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前一阵子讲 中国移动也不准备 用这个iPhone手机的话 那个股价下跌的还得了 因为你现在的话呢 你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了解 这个事情整个对于华为的打压 根本就是错上加错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 那华为自己快独立出来了 大家的话呢 感觉上再加上前面那个 这个民族情绪 再加上后面的话 那自己的市场够大 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你何必要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对 所以现在华为 变成一个爱国品牌 像它这一款 大家都叫它蒸汽机 很蒸汽 对不对 反正叫雷蒙多机 现在叫蒸汽机 就是所以为什么大家想有 你知道有时候 你会买一支这个手机 你不见得是认同它的功能 认同它的外表 认同它的品牌精神嘛 对不对 那华为在这个时候 就代表一种精神 解气啊 蒸气啊 爽啊 我每次过安检的时候 大家看看我的手表 我就说华为的 好 过了 可以这样子啊 通关密码的 我每次都这样子讲 我就这样讲 我觉得博取人家的好感嘛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嘛 那立将军 你不会是i12吧 我跟你讲 如果说是 如果说华为这种手机的话 对我们军人来讲太好用了 这个打仗的时候啊 卫星电话 卫星电话 因为你几乎所有机器台都没有 对不对 机器台大概如果说没有电话 机器台就没有功能 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点名的时候 有个网友就留言嘛 他如果早点出来的话 那个马航就不会凭空消失 有没有 因为他是在飞机上嘛 在飞机上是可以打卫星电话的 当然现在不行 这是违规行为 不是违规行为 但是救命还是重要的 救命 他有救命功能 这个以前不晓得我们国军很辛苦 尤其是我们年薪的时候 那个兵哥应该知道 那无线电叫个便当 这个叫饭车过来 拐拐无线电叫半天 很难收得到 好大一支 对 然后背在身上 不是好大一支 收不到 那另外 我们看那个波安战争的时候 波斯万战争 美军 我们觉得很神奇 就是你怎么一边打仗 还在战场上 他就可以跟他家人通电话 对不对 就觉得说这微信电话就是这样 他就让他 可以跟他家人打电话 甚至于 等一下 那我们台湾也有战争危机 是不是应该要 对啊 这个微信电话对我们很重要 那个时候还有 智信群 当时台湾没有网路了 要靠这个 那时候当然是第一 波安战争的时候 有一个美军 他们被围在那个巨点里面 然后通讯设施全部坏掉 结果后来他怎么来 他打电话回家 然后叫他家里面打电话给国防部 说他在什么地方 叫国防部派直人机来 真的是救命啊 这是真的事情 所以微信电话很重要 那我自己是用过卫星电话 因为我以前经常去爬山 大概什么玉山那些我都去过 很重啊 大不大 不大 卫星电话其实不大 那台湾是可以用租的 就可以你可以租一只 可是我们很奇怪的就是说 他天线怎么接收的 就像亮哥那时候经常讲 那卫星电话你天线一定要折起来 对天线很粗大的一根 其实天线好 不要小看天线那个学问 长短 对所以他能够把它藏在这里面 还做得那么漂亮 就这一点真是惊叨了大家 一讲到华为这个大家真的说好 随着亮圈的显摆的不得了 对啊 是啊炫耀 对啊 然后 谴责他们两个 引起大家的妒忌 还强调说那个周伟群跟他讲说 你不要惊讶 他吓了一跳 可是那颜色那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我看到的是黑色的 然后另外那个周伟群的 那叫南诺子 对真的很漂亮 他有小问 我最后想问一下韩冰 请问你的i12要怎么办 据说离人体不能够 至少要五公分以上 大家都没想到 问题是什么 i12已经横空出世这么久了 现在才告诉大家 你已经用了多久了 我已经用了三年了吧 对啊 是不是 我团队里面也有很多人用啊 所以基本上该重也重了 对啊 跑不掉 对啊 没有啦 其实我今年本来是有想换机的 可是问题是看到i15这样子 也不是他不好 我相信他觉得比i12好 可是问题是 就让你觉得 看起来也是差不多的东西 好像你又花一笔钱 而且现在因为台币汇率比较贵 所以价钱也会变比较贵 因为台币现在是1比32 所以我们价钱就变比较高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就换一个好像也差不多的东西 到底干嘛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换机 就是要有种刺激嘛 新奇有趣啊 你要新的功能 新的亮点 那这一次说真的 至少对我来讲 我是真的没有很想换i15 没什么感觉 对 如果我再次提醒吴明氏 中天地址 民权东路六段25号 太过分了 谢海滨加盧秀芳 因为现在要加码都买不到啦 对对对 听说 我自己在深圳问过 对 但听说华为有放量到各门市 就是说他当时就是你不要 他跟我讲得很清楚 你不要在网上登记 那个要等很久 你就直接在这边门市登记 登记然后来领 那我不可能啊 我们没多久就回来了 对不对 但是他觉得 而且价钱我觉得还好 对对 7千块嘛 6千990 你以他的规格来讲 他有微信电话 冲着这一点就觉得很值啊 对啊 是不是 他比苹果还便宜 不不不 他一定要故意竞争 他整个发行的过程 都是故意的 那个时候 我在的时候 29号雷蒙多在嘛 而且现在很惨了 因为他本来是6990嘛 对 他现在已经涨价了 现在已经卖到8千多了 就是啊 大家一直不断地加 因为大家都在抢 对来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PTT 今天讨论这题 也讨论了很热烈 华为吃掉了这个苹果 是不是啊 网友说 装上Type-C加价卖啊 准备一直要破6万 搞来搞去 就是一个Type-C不太一样 唯一升级的是价格 用会叉的名义 吃掉利息 这点很不爽 iPhone的价格越来越贵啊 比笔电贵 那我宁愿选择笔电 有没有啊 九个亮点 怎么会有七个是垃圾 有没有啊 贾伯斯之后的苹果 已经了无新意了 大家真的是啊 一片恶贫 尤其是我觉得 在这个节骨眼 我相信昨天那个记者会前 这个苹果一定是坐立难安 对不对 就知道自己的问题 尤其是华为 之前已经亡诈一波 但据说了 是美国逼出了 这个华为的争气嘛 但是也据说 华为MAT60 Pro 会逼出苹果的下一代 听说i16会亡诈 据说 不知道 i15是来不及了 期待下一波 那最好是 大家一直亡诈 我们消费者有福了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大吴畅 请大启